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总长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通过任务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到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都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选举已经结束了 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心中的候选人 是不是都当选了 或是你对于现在的选举的状况 有什么看法 我们会发现最近这几天的媒体 或社会的关注的焦点 大概就是这个蓝绿白三大党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再一次的这个竞争斗争 或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不过我们节目就是比别人怪一点 大部分的电视节目或是网络节目 都是在选前访问候选的 我们其实没有 我们就是要跟别人走步一样的路 所以我们在这个选后呢 我们就来访问做了一系列落选者的 这个系列的专访 所以今天我们就待会介绍 我们的来宾小欧盟的两位朋友 那接下来会访问这个 三地原住民的参选者Safon 还有包括独立参选的这个王醒之 以及时代力量的秋显之 我们有系列的这个专访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做讨论 来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 就是一位是林诗涵 诗涵你好 关老师好 我是小明参政欧巴上联盟的代理党召集人 也是这一次部分去立委的落选人 落选人林诗涵 对你还有一个你常常会讲 我是一个已婚的女同志的身份 对对对对 已婚女同志 已婚女同志 对那其实诗涵在之前也曾经参选过 嘉义市的市长 2014年的时候 2014年 哇你也算是在小欧盟里面参选经验的 比如说你已经不是政治素人了嘛 对不对 应该不算 就是我觉得有参选过 其实还是会累积一些 就是在在地的对我的一些认识 或者一些政治上的辨识度这样子 OK好我们待会又请诗涵再继续跟我们分析 特别是从这个嘉义市市长选举 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台湾的对于 所谓的选民的一些变化 或者是政治的变化 甚至某种进步价值的这种所谓的认知 另外一位是今年也是小欧盟的这个代表 参选嘉义市立法委员的陈岳静 岳静你好 关老师你好 我是岳静 嘉义市立委落选人 落选人 对对对 这是一个光荣的印记 是 岳静之前是做中研院的研究助理 是 OK 然后是全职妈妈 是全职妈妈 OK 不对不对 研究助理都是全职妈妈 就是我是单亲的妈妈 然后研究助理已经变成是兼职 我现在不是正职的那个助理了 OK 所以今年也特别出来参选 对 好玩吗 其实蛮好玩 怎么说怎么说 怎么说好玩 就是因为我人生的那个 第一次的参选经验是我国小的时候 选什么小市长 对对对 没错就是国小的时候小市长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蛮认真的 然后长大之后这一次我也蛮认真的 然后因为带着一群共学的家庭一起投入 然后在跟群众互动 这些都是有点像是小时候的想象放大版 所以你小时候选小市长的时候就很竞争激烈了吗 竞争激烈吗 还是就很投入在选举当中 我觉得我是非常认真非常投入的 对 只是大概全校就是我最投入吧 为什么 因为其实那时候的那个氛围是后来会觉得说其实老师已经有 安排好啊 安排好啊 对对安排好的 那对对就是有内定或是已经其实已经有觉得哪一位是他们想象中的了 那只有我是真的很投入 然后还很认真的要跟我的幕僚们去想 所以那时候就有选举幕僚 就我自己班上同学揪一趴然后来讨论那个我们要提什么证件 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 那包括现在我觉得我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你这次选的蛮不错的啊 嗯 6000多票 是 跟Saforan差不多 哦 3D原住民的参选者独立候选人是6000多票 但是我是不是说跟他比 因为那个整个他因为Saforan选的是原住民是区域 然后是全国性的 就是3D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他的选区是整个台湾 我那个其实很辛苦 我们之后节目会播出跟他的访问 那不过我讲6000多票事实上从嘉义市正式立委选举当中 你是第三名欸 嗯 对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你比第四名多了5000多票欸 嗯 对 哇这个其实蛮厉害 虽然你跟第二名第一名差很多 差很多 但是其实也是弱选 不是啊 应该是说第二领先群的第一名这样子 是是是 你怎么去看你这次的得票呢 呃 我觉得我这次得票 我去因为我们蛮喜欢去走菜市场的 嗯嗯嗯 然后去菜市场的那个反应 都蛮好的 嗯 就是一些叔叔伯伯阿姨们给你的鼓励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是跟这些人在地群众的互动这些我都觉得是很好的经验 嗯嗯 然后确实我也会有一些 呃我感觉到的是他们不是有很确定的投票意向 比如说他不想投蓝也不想投绿的这个部分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投给我 嗯 嗯嗯嗯嗯 就是也有那个就是 就台湾选举当中那种叫租哥票的 哈哈哈哈 也也不一定就是你整个人给的那个形象 然后包括我又是一个妈妈 嗯 然后我也都带着小孩去拜票 嗯嗯 就是真的是跟群众很接近的一个人 嗯 对所以也许是有这一个很在地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投给你啊 你自己有评估过吗 嗯 嗯 我们有评估过吗 这个很难评估 很难评估 因为其实真的就是也是第一次选举 所以我们也很难说 就小明参照我包上你们第一次在嘉义市参举 嗯嗯 那我们也很难说这个票员的来源依据是什么 嗯 不过这一次选后我们大部分收到的就是 不论是在脸书啊 IG啊 或trades啊 里面会回应给我们的 会发现大概都会是比如说年轻人 嗯嗯 年轻人居多 那他们真的就是看到我们的党名很特别 嗯 然后可能因为有百灵果啊 賀勇业业秀啊 让他们有好奇这个政党在干嘛 所以认真看了我们的政见之后 嗯 会觉得欸我们提的政见 是真的符合他们对于政治人物 觉得应该要关注的社会的这个面向的内容 所以就觉得可以投票给我们 嗯 然后另外一种是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一群妈妈们出来从政 所以大家对于亲子家庭的号召力 我觉得是有的 嗯 因为我们真实的讲出了很多 就是大家在育儿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要兼顾工作 要兼顾家庭照顾的这些生活历程当中 觉得应该要去改善的一些问题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多民众反映给我们 他们觉得我们真的有说出他们的困难 跟能够提出具体能够让他们有觉得 他们的问题被解决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嗯 所以我们自己评估 其实我们整体上的选票来讲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看到我们的政界的年轻人 跟亲子家庭 其实是蛮大的比例的 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 你们可能投影不是所谓的选王国感 或是选两岸关系 然后那种紧张的人 是回到很多人在谈说 这一次比较被忽略的内政的问题 或者是实际生活面向的议题 你们会觉得你们是这些所谓的看议题 看政界的这种票的来源 对 因为其实也蛮多人根本也不知道 我们到底 像我们前期这段时间受了访问 也蛮多人会问说 你们对台湾主权的想法 嗯 就这也代表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 台湾主权的议题上面的关注度 没有像其他政党那么样子 被明显的注意到 反正大家真的会比较关注到 我们在这种比较内政层面 或家庭层面 生活层面的这些政策的内容 这样子 对 不过也许是因为你们还是一个小党 所以这个不需要被逼著表态 如果你要变大洲 我想这也是一个在台湾 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看到你们的自己的评估 就大概是以政界 而不是以选择亡国感 不管是亡的是中华民国 是台湾国 都不是这一种 反正我们的亡国都亡两种国 大家是有各自的支持者 完全可以理解 我觉得那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种选择都是一个 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会这种思考 可是会回到那个政界上面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你们这次选完之后 大家对你的评价是 哇台湾第五大党 一要成为台湾第五大党 就是第一次参与立法委员选举 然后另外我觉得不只是看这个 因为我就看到一个就是 你们区域立委的选举当中 我觉得整体的得票数也是不差的 4.22 就是说 第五大党是因为 跟第123落差很大 所以第五大党也没有太显度 可是4.22的区域立委的选举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显著的反应 我自己也在分析这个选票上的落差 说实在话 就是我们区域立委的选票 真的算是在整体来讲 就是甚至是跟其他政党相较起来 我觉得都算是蛮有得到一个成绩的 因为我们几乎大部分的候选人 都有得到3%以上的得票率 在每个地方都得到3%以上 几乎我们只有在台东跟在南投没有达到3% 其实他几乎都有3%以上的得票率 然后我们新北市板桥区的候选人 甚至得到15000多票 他就差一点点就破10%了 就是9点多% 可是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他拿来跟政党票去相比的话 因为我们政党票只得到0.93% 就全国总统计下来 其实只得到0.93%的这个得票率嘛 那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包括刚刚就是老师也提到说 就是越境在嘉义市得票率 得票是6000多票 而事实上我们在嘉义得到的政党票 只有1800多票 所以并不代表说投给陈越境的选票 都有进到政党票这边来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分析起来 我们觉得反倒是政党票是比较实实在在 真的是愿意把选票投给小欧摩的人 因为他会在这么多的政党当中 很明确的选择了他要投给这个政党 对那反而是区域的选票当中 我们觉得他有比较多是浮动的空间 有可能是因为在这次的选战当中 有很明确的就是不想投蓝绿的选择 会不会因为这下一次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 所以你的票数都增加了 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分析 也许有民众党候选人的票数大概不是长这样 因为我们在10个区域当中 其实只有一个区域有跟民众党对打到 就是里面有民众党的候选人存在 那的确在民众党的选票就比我们的还高 对那其他的像我刚刚提到的板桥区的候选人 他因为那个选区只有三个人参选 所以你没有蓝绿的 就是你唯一一个可以不要投蓝绿的选项 其实只有我们 所以那个票数就是 他反而能够去反映出所谓的蓝绿之外的真正的 那个所谓的从关注于内政或是对蓝绿反感 就是说民众党他有某种的民心魅力 或是某种的对我现在来讲 近乎某种宗教上面的一种追求 那当然是每个人的选择 但是其实回到你刚才的板桥区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对就是板桥那个选区 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得出 就是当选民不想投给蓝绿的时候 选票可能就会流到我们的小民参政奥巴桑的联盟 而且的确我们实实在在看起来 我们相较于那些无党籍的候选人 或是一些可能你不太清楚他的来历背景的候选人 你会看选民可以看到我们不论在证监发表会上 我们在街头的宣讲也好 或是我们在整个的证件公报上面 都是很扎实的提出我们对台湾的愿景 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想法这样子 所以对选民来说 那个选择有时候是蛮清楚知道的 假设我今天不想投蓝绿 我想投一个认真做事的话 我觉得小欧盟会是一个首选 那这个对比也会发生在像陈岳靖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选区 其实人数参选人也比较多 其实有六位候选人 然后我们有另外一个选区是在台东 大概也是六位候选人 可是台东的候选人黄婉如 他本身的得票数大概就跟小欧盟的政党票差不多 就是一千上下左右 就是那个票数是比较相近的 比例上面是差不多 比例比较差不多的 那其实是因为台东的候选人 有些是民进党退党参选的 所以他们前面的三到四席的候选人 其实都比较在在地有些知名度的 然后那个票源也比较稳的 所以相较起来 那个不投蓝绿的票 就不会分散到小欧盟这边来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对照下来 我觉得反倒是政党票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在台湾的确有十二多万的人 愿意把这个政党票投给小欧盟 是一个对于第一次参选在国会立委选举人来说 蛮扎实的拿到的选票 并不是一种只是因为我们的知名度 或是我们有明星 又我们也没明星嘛 对 就是没有明星也敢出来选 对没有任何的明星还可以得到十二万票 没有明星没有组织没有钱 你到底在干嘛 就是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有这么大 哪来的勇气跟信心 凭什么一股妈妈的斗志 对 就是哪来的勇气跟信心 对 因为今天你是哪来的勇气跟信心 虽然你说你很漂亮 对吧 这不是我说 是他自己说 对 你哪来的勇气跟信心 就是没有明星 就算很美丽也没有钱嘛 对不对 那当然就变成是没有明星 没有组织没有钱 你凭什么 你觉得呢 凭一股热忱嘛 首先当然就是施涵的推坑啦 哈哈哈哈 我邀请他的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没有要出来去学查医师 对 然后就是 一种 真的我去想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是那一种社会责任 对 然后又纵观了我们云家区的一些状态 来觉得说 欸 那应该就是我了 因为我单身嘛 然后我家累比较少 然后家庭的 也算是蛮支持我来做这件事情的 那对于想要把小欧盟再加一试 想要真的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责无旁贷 对 所以我就 就 就 逃得死了呀 这样 所以是纯粹来自于一种责任感 觉得应该要为这个地方 或是为你们所坚持的理念去做一点事情 但是实际上面就算没有钱 也没有明星 没有组织 也无所谓 在所不喜 反正就选了嘛 选不上就算了 是吗 一开始就会觉得 应该就是选不上 但是我觉得选不上还是有一个 你要失败 但是你失败要有那个意义在 嗯嗯嗯嗯 所以 就是我觉得 因为小欧盟出登场 然后在嘉义我们也想要做一点事情 那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团体 这个组织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嗯嗯 那我自己也是嘉义土生土长啦 嗯 虽然说土生土长 这个词很很 很土 很土 对 但是我觉得 很实在很接地气 真的啦 真的是土生土长 几乎都没有离开嘉义 几乎都是一直在嘉义的生活圈 然后读书啊 然后结婚生子啊 然后呃所有的都跟这个城市在一起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份的那个因缘在这边啊 嗯 就觉得自己确实是想要呃 想做事情 然后又想要把自己正在呃 呃这个组织介绍给大家认识 嗯 那你在嘉义土生土长 你上次林斯坦出来选市长的时候 你有投给他吗 那时候2014年 没有 哈哈哈哈哈哈 但我有注意到啊 有注意到啊 我是有注意到的 那时候还不认识他 不认识 不认识 2018年我们才认识 嗯嗯嗯嗯 对 所以那时候没有投给他 但是现在在他的怂恿之下啊 出来推坑之下 就出来选 不怕我投给他 不怕他 不怕他 所以你自然从2014年选市长 然后现在又担任部分区的候选人也是党主席 好 代理党主席 你觉得这几年来看整个的台湾也好 或者是整个呃 呃 呃 他的这个选民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或者是说某种程度上面 不管上次你是用翻转嘉义工作对嘛 那强调的是性别 强调的是一些阶级 强调的是这种 呃 比较所谓的小老百姓的这个角度去出发 那某种代表这种进步价值 那现在其实也是嘛 小欧盟也代表某种的进步价值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社会里面的人 这几年对进步价值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这题真的好难 好难喔我也觉得 我就是想要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请你来回答 好喔 我来试着说说我自己在嘉义的观感 是我觉得2014年 其实因为刚好那时候是318的太阳花事件过后嘛 所以在那一年其实已经开始有更多的人去思考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可能 年轻人是可以透过政治的参与 来为这个台湾的政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 我觉得在那个之前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声音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 你不要碰政治 政治很脏 政治很黑暗 然后你要投什么票 就爸妈跟你讲投什么 就投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 这个教育思维底下嘛 所以我自己这样子一个70年次的年轻人 其实我们过去里面 就算我很投入在社会运动里面 我都不会觉得政治是我们需要参与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在那段时间 就是整个马英九执政的阶段 你会发现年轻人 越来越被剥削跟被剥夺感 非常的强烈之后 好像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国家 出来说一些什么话 所以我觉得是从318开始 越来越有更多的年轻人出来参选 就包括这一次的众多落选人 其实大家都是从2014年之后 陆续投入在各种政治工作当中的 那我觉得那个年代你会看到 其实台湾有一种 其实很想要听见更多年轻人的声音 想要透过年轻人看见这个国家 能不能够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包括我们自己出来参选 他会延续一种情感是很多的长辈们 他们会觉得说年轻人出来很好 因为过去他们为台湾的民主奋斗打拼 他们也觉得 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个民主维持下去 让我们年轻人要去重立法院 那他们看到我们出来参与政治 就会觉得他们要支持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去延续台湾的民主 我觉得这个能量一直到2014年2018年 小孟第一次参选是2018年的时候 这样的氛围其实都是存在着的 所以可以看到那段时间 不断有各式各样的年轻人 甚至是比我们更年轻 以前那时候出来参选三十几岁 觉得自己很年轻 现在发现没有 后面都是二三十岁的人跟在后面 就是那个年轻的参与的税数越来越低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很清楚的看见 就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讲 回到一种我要让整个社会跟整个政治环境 回到一个安定跟安稳就定位的感觉在 这是我选后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 就是这个三大政党的分布 其实代表的是台湾人开始想要有一种 我要更去区变出 我想要安稳在什么样的位置底下 那当我觉得国民党太从亲中太保守 然后他们就是已经玩不出新把戏来的时候 我不愿意选国民党 可是还是会有一批像我爸爸那个年纪的人 他们还是非常死忠的 相信国民党可以带出一个新的格局来 那会有另外一批是 可能像我刚刚讲的那些民主前辈们 他们还是觉得民进党是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进步价值的一个核心 然后包括民进党这几年吸纳的一些进步的人 就是社运界的人才进入到他们的系统里面 他们会有另外一种很像是可以为这个社会 发展出新的格局的 可是也有另外一大批的人 过去我们常常会被定位成中间选民 他们其实是比较有理的这群人 在这一次完全就落在了民众党的身上了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竟然不要懒标率 他们要另外相信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政党 可以吸附他们对于国家的期待跟期望 然后他这些期待不会落在小政党当中 因为小政党对他们来说太不具有标志性跟不太具有这样子的 可能能够引领他们冲破某种蓝绿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所有的票都回到了民众党 所以这一次就真的有一种觉得好像三分天下 某种定位感的感觉 然后这个东西也反映了 台湾接下来在这四年当中所谓的进步的价值 大概都会成为某种消极的底下 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发展下去的状态 因为台湾人民不太觉得我们需要发展进步性 我们只要能够安稳的过生活 只要有人能够把现在我们感受到 一直不断被谈 什么高房价低薪这些东西能够解决掉 好像就能够让我安稳的过生活的 可是我今天也在跟月静聊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在台湾社会的一个存在的问题 还是的确它存在 可是它并不是台湾本体的问题 它是整体性世界上因为疫情过后 它面对到一种整个产业的萧条 然后整个经济的衰退的情况 所以让台湾其实也在面临这个处境 而我们其实还勉励称赞一个 其实大家还能够不断的出国 然后还能够不断的吃处旅游的这样的情境 可是人民仍然觉得不太满足于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微妙的一件事情 就其实有时候选举它选的 并不是这个候选人的特质 或是这个政党人不能够被信任 它有时候是一个谁 是一个是 就是那个趋势到底发展成怎么样 例如说有没有什么外在的动力 例如说其实我们看到早期新党的崛起 或是甚至亲民党的崛起 大概都是跟那个事有关 或是更早之前 有时候民进党能够胜选很多 国民党胜选比较多 也是那个整体的局势的发展 例如说可能包括太阳花 包括反送中 包括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元素 那这次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好像那些外在的东西 大家可能有人已经无感了 或是反感了 或是觉得说反正好像也不会马上发生 那所以你会回到一个相对之下 感觉是一个比较基本盘 或者是一个内政的部分 他就会被比较关注的比较多 那刚好有一些这种对蓝绿不喜欢的人 他可能就会往所谓的民众党去 那对于所谓的某种的所谓的政见取向 或是所谓的进步价值取向的话 他可能会往某个政党 某些政党去 那也许就是可能是另外一种考验 或是另外一个观察的开始 我们接下来要先来看一段 施涵在中选会的政见发表会里面的内容 那他一开始就介绍了谁是欧巴桑 为什么叫欧巴桑 那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跟两位在做后续的相关讨论 大家好 我是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 部分区立委候选人林施涵 今天我代表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 针对一般民众常常会有的三个提问 第一问是 你们看起来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叫欧巴桑联盟 在台湾社会当中 一旦女性成为了一个妈妈之后 她的身份常常会被人家辨识为 就是一个欧巴桑 可是这个欧巴桑 他没有人在乎他 过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他具备了什么样的专业 也没有人大家只在乎 他有没有把家事做好 有没有把小孩管好 而小明参政欧巴桑联盟 我们的成员当中有九成都是女性 其中八成五是全职妈妈 而这些全职妈妈们 她们并不只是全职妈妈而已 她们同时也是投身在实践教育当中的 教育工作者 同时她们也是关注台湾社会 各项公共议题的行动改革者 我们更是一群 愿意投身在选举当中的政治工作者 在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 我们投入在六都及新竹县市的市议员选举 而在今年我们在各区域当中 都提出了十席的区域立委候选人 并且我们也在部分区立委当中 提出了三席的区域立委 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而我们这些候选人当中 我们有各自的身份背景 我们有自己的专业 因此我们依据我们的专业 提出了各项的政界 其中在部分区立委第一席当中的高云廷 她本身是一位脑麻儿的妈妈 她非常关注在特殊教育的工作里面 她提出我们认为 应该在特殊教育里面 应该要更增列人力及预算 同时之间 第二位我是林诗涵 我代表的是已婚女同志 我们认为在长期照顾领域当中 应该要纳入LGBT的群体的需求 以能够让我们的老人照护 是可以有更多元的观点在的 第三位是我们的林柏林 她所在乎的是儿童人权的议题 因此我们希望在 我们的政策当中是可以更纳入 更多的儿童的观点跟情子的观点 第二个很多民众会提问的是 欸 你们只有欧巴桑 那有没有欧几桑呢 小民参赞欧巴桑联盟 是全台湾最勇于生育的政党 我们的候选人当中就有三位 是生养了三个小孩的三宝妈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国家的政策当中 应该要推动亲职互助合作的政策 才能够真正解决台湾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小民参赞欧巴桑联盟 在我们的政策里面的首要 我们提出的就是 雇工作也能雇家庭 要如何做到雇工作也能雇家庭 我们认为应该要在育婴价的首月 亲职双方都能够群领全心 而且并不是由老保所指定的薪资 其次呢 我们认为亲职双方都应该 我们认为台湾的政策 应该要增列不纳入市价的亲职价 跟亲职教育价 让亲职双方都有机会 好好的平等互助育儿 所以每个成功女人或男人的背后 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个互助合作的家庭 我们希望台湾社会能够更走向一个性别平成的国家 第三 我们常常会被问到的是 你们又不会上 那投给你们不是很浪费吗 对 在今天的政党发表会当中 16个政党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 等一下每一个政党的发表时间都不一样 政党票的设计照理说 应该是要让小党 小政党有机会进入到国会 有机会更多元的发表自己的心声 但是台湾目前的选举制度 跟精权政治 却是让大党很打 小党冲破头儿还是很难跟大党竞争 但小明参政欧巴少年盟 我们对我们的政见非常的有信心 在最近的NGO停禀政见当中 小明参政欧巴少年盟所提出的人权跟性别政见 都远远胜过于两大政党 因此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 认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 你也认为在台湾生活的每一个人 不论他的性别性倾向年龄 或是他是不是身心障碍者 或是他新移民 每一个人在台湾社会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权利 都应该好好被照顾 支持小明参政欧巴少年盟 1号小明参政欧巴少年盟 是你为你自己以及你的下一代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 最后我要说 投任正欧巴少 投任正欧巴少 存成国家新未来 政党票支持1号小明参政欧巴少年盟 让多元国会照顾多元社会 谢谢 欢迎再次回到灿难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想参政欧 汇客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 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也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独立媒体是需要公众的捐款支持 他才能够真正的走得更远更好 做真正的独立媒体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刚刚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是 两位小明参政欧巴少年盟的候选人 林诗涵跟陈岳进来 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刚看到的是 诗涵在政见发表会上面的一个谈话跟发言 看起来有点紧张 很紧张 大家刚刚听到我讲话 就是我真的就是比如问一个问题 我就能够逃逃不绝对聊的人 你应该来当做上节目 上我的节目 上百灵果的节目 你都讲得非常好 很顺畅 你是在一个公众的 面面对着一个摄影机发表 那很恐怖 因为我现在正面也有个摄影机 其实是因为他正只有四分半 我不能够超出时间 可是我又不想要少时间 陈岳进来跟我 就是我讲完之后 他就说 因为我们区域立委的政见发表会 每一去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我有15分钟 你有15分钟 我还好没有选你的 要不然我们要中间要放人就 只要加一次有15分钟 然后他讲了11分钟 就停了 就结束了 就讲完了 他看到我说 天哪 现在只有四分半的时间可以讲 可是他还留了四分半 我还留了四分半 其实是因为真的只有四分半 可是却要在那么短的时间 让完全不认识 就是小民参政我巴上联合的全台湾的人民 可以认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我们想要提什么样的政见 跟那我们实际上可以做到的是哪些事情 我觉得那真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 我很少真的上谈话性的 就是要去讲话的现场 会像那天那么的紧张 是真的蛮紧张的 而且我又第一个上台 你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是政党票一号 所以其实也很幸运 我真的就是第一个上台 这样我就很开心的投票 要不然在那边会紧张更多的时间 那时候后面那个16个 第16号真的很可怕 要听完前面的15个人讲 而且又不能够互相攻击 如果你是什么蓝白绿 还可以互相攻击 那没有人要理你攻击他们也没什么用 没有什么公民跟火花 那你在刚刚那个证件上面 其实除了介绍小欧敏之外 事实上你特别把欧巴桑 就是说台湾的女性的这个处境 是拉出来特别的去陈述 那这个女性的处境也包括她的家庭 社会照顾 儿童人权跟亲职互动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是你们最主要 想要去推动的这个议题 这当然也会跟你们成为一个女性为主的政党 是有关的 嗯 小民参生我帮上联谋就是 其实光是党民就很明确的标示出我们所关注的 其实是台湾女性在台湾这样社会的一个参与的现象 那的确因为我们的初始的发展 是从亲子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开始做起的 那这个亲子共学团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怎么样 让台湾就是让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是能够比较平等跟民主的跟孩子对话 那现在台湾的社会环境底下 其实多数还是以女性妈妈们 在作为主要的这种儿童照顾工作 家庭照顾 家庭照顾为主 所以其实在整个的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里面 本来参与者都是多数以女性为主 就是真正能够来共学的团员们都是女性居多 还有小孩 还有小孩 我最怕的就是去你们那边演讲 实体的演讲 那个网路是还好 实体演讲就是 我到底要对小朋友讲 还是要对妈妈讲 还是要对爸爸讲 就是要同时讲 然后在上课的时候 就大家都会跑来跑去 然后听到一半 那个妈妈不见了 然后去照顾小孩 就是一个非常free的一个场合 是 他其实真的蛮挑战演讲者 他到底要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 他在那个场合应该要讲些什么样的话 不过这也是创造出 其实本来在社会里面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存在 你不能因为大人听得懂你讲话 所以你只对大人说 然后小孩都不重要 对我们来讲也是个修炼 对 可是事实上小孩 他如果能在幼年的时期慢慢经验到说 大人愿意怎么去听他说话 或是他的意见怎么样被重视跟表达 其实对他来讲 他就是从两岁三岁 就开始累积民主的基础 那个民主的基础 对他来说是真实深刻的感受到 原来每一个人讲的话 都是值得被重视 值得被听的 那他以后出来 再参与在这个民主选举 他才不会觉得 我要听有权力的人讲的话 那我当我有权力的时候 我什么的其他的话都不要听 我只要照我的意见做 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 这个政治的内容 他其实会更去看见 怎么样把每一个人的意见都纳入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从工学团 慢慢走到就是愿意出来参政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也发现 当我们在讨论民主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能只有在家内谈 他必须要更广泛的去看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台湾社会里面 我们的生活就是被各项政治给决定住 这些妈妈们就是因为开始有了小孩之后 带着孩子到公园去玩 就会发现说 怎么某一天 小孩超级爱玩的那种摩石子的溜滑梯 忽然就被拆掉了 然后只是因为里长跑去跟公所反映说 你这个很危险 然后没有经过任何的讨论 就把它拆除掉 那他们要去反映 也找不到地方可以反映 因为很多议员就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 反正我补盖一个给你就好了 小孩喜欢玩什么样类型的邮具 不是他们关心的点 他们觉得只要我有提供给你就可以了 然后包括因为我们都是在户外活动 所以像很多台中的家长 就会感受到每年到了9月份 之后那个空污的问题 让他们也很难带着孩子到户外活动 那这些东西不是我自己戴着口罩 或者我把小孩关在家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跟生活之间的 互相的息息相关 所以这些妈妈们其实是从一步一步 过去可能也是一样 很不热衷于政治 觉得政治跟自己没关系 到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发现怎么我想要去改变 或者是会影响到我带孩子出门 就是可以让他们觉得 舒服跟愉快的游玩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都会被剥夺掉 可是我要去争取的时候 却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 然后到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自己出来发生 就算我们自己出来争取这件事情 都不见得能够获得重视 包括像刚刚讲的这种邮据的问题 或者是亲子共学团 第一个我们去顺利争取到的就是儿童车厢 我们一开始是因为带着孩子 常常要去移动到其他的城市去 会坐火车 可是会发现其实搭火车的时候 可能很多的家长就感受到压力很大 因为很多的旁人很多的人 就会觉得说你们孩子很干扰 所以我们去争取了亲子车厢 可是从我们争取亲子车厢到现在 已经过了2018年到现在吧 可是现在全台湾的亲子车厢的数量 其实也不超过10坛 每一天这么多班次它不超过10坛 那政府就会认为说 我有提供资源给你们了啦 就是有就好了 你们还在抱怨些什么 但是有不代表是基本都满足嘛 对 因为像我们有很多伙伴 他们是从台东回来的 台东就只有一班耶 台东回到西部的 就是从北部回到西部的车班 就是只有一班 他就只能配合那一班 可是甚至会有列唱者就跟他说 你如果真的想要 你就搭那一班就好了 你就搭那一班就好了 如果是身心上来要有身杖 或是所谓的博爱座 那你就搭那个有博爱座的那一班 这样听起来蛮奇怪的 所以我们都不会去考虑到 这些权应该是广泛的 这个其实涉及到 国家资源怎么分配的问题 或者国家要不要花资源 在这些基础建设公共设施上面 去满足不同的需求 特别是一些弱势者 或者是特别是一个社会里面 他相对自主能力 自助能力不是那么强的人 你是不是能够协助他 在一个友善的空间里面 去有一个自助的环境 而且这件事很荒谬的是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弱势者 你想想看亲子家庭跟儿童 在社会其实不会被当作是一个弱势者 因为这是社会当中的多数 当国家都在追你说 我们国家有少子化问题 我们鼓励大家多结婚多生小孩的时候 这明明就是一个很重视应该去被关注的议题 可是我们却会在关注小子化的问题的时候 只会谈我们要补助多少 要有多少的生育津贴 从来都不会去思考 你怎么样给亲子家庭更好的育儿的环境 给更多育儿的支持 让孩子真的在公园完 在各个公共空间的时候 是觉得他不会被太多的限制 他可以自由成长的 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 再是想那么多你又没有小孩 对吧 对我没有小孩 当然还是可以讲 不是说没有小孩就不能讲 对对对 那我想要让有小孩子 好好好有小孩子 你自己切身感受 刚刚施然讲 应该都是蛮多你自己的切身感受 或是经验吧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 这也是我们 觉得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吧 所以才会出来啊 感觉你应该来做媒体欸 你有很多的社会责任了 对啊就是讲 呃 因为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台湾的现况 我觉得当时候2014年 我对你没有那么的 虽然知道 但是没有 但是因为我们 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妈妈 我就是一个上班族 那个不是我 欸这很重要欸 有一个经历过 真的 就比较能够同理欸 对对没错 然后到2018年 我就是一个妈妈了 嗯 那个对社会上的 呃亲子的 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那时候2014年 我是一个上班族 嗯 我虽然我也有去参加太阳花 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是 呃对国家非常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也会觉得说 哦就是政治就是要落实嘛 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 那个东西并没有进入到 觉得说 哦你那个亡国感 跟你的家庭没有连结起来 因为你那时候就是一个上班族 你就是忙着在赚钱 忙着在跟男朋友谈恋爱 等等的这些 但是2018年的那个感觉 又不一样 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了 嗯 然后我也带着小孩 在这个社会上走跳 然后也感受到 哦确实路人就会来关心你 你的小孩怎么样 嗯 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 哦 等等的这些 那你就会觉得 哦 其实小孩他的声音 真的是很微弱的 嗯 但是他又是在社会上的一份 那我们要怎么帮他们发声呢 当然就是由我们家长做这个 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 呃 有了下一代之后 你就会更加的去思考 怎么样让这个社会 呃 更好更进步 嗯 对 这的确是哦 就是其实刚刚你特别谈到 过去虽然知道思海 也大概知道他的主张 但是也没有实质的感受 对 那所以不同的身份的人出来参选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民主社会很重要 虽然我们可以觉得说 啊你这个应该 什么是黑道 或什么东西 你不应该出来参选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 呃 他可能也是有蛮动的 他主张也是需要被理解 那你可以同意他 还是不同意他嘛 不同的人去做 所以这个社会能不能多元 就是在于这个国家里头的能够真正的参与政治的人 他的够不够多元 有没有更开放的机会 我的意义并不是说能够选举就行 可是那个选举的制度 让大家没有办法好好的参选 没有办法把不同类型的代表 让他有被看到的机会 选不选要是一回事 但被看到的机会总是要有 好那这个包括他在媒体的曝光度上面 他在整个的国家的相关的这种资源上面 这个都是很基本要做 也许我们待会再继续在这份再跟这里谈 可是我们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说在台湾选举大概也是不在乎 而且就是有钱嘛 电话就是要有民心嘛 不然就是要做组织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政党他可能就是民心 例如说民众党他可能是民心 或是某个时期的时代里 是一个民心为主 那组织当然就是国民党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你这个国民党都是地方派系 但是地方派系是很认真在经营他的群众 很认真在经营他的组织 那可是你们没有钱嘛 然后没有民心嘛 然后组织也不能够说没有 因为是 你没有他们那么的盘跟出租 对然后你们是共学团 那个组织的规模也很小 那下次应该还会再出来选嘛 对不对 所以钱可能短时间不会有 你们会想要去塑造民心嗎 或者是说你们会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在地的组织 所以要不然大家会觉得说 你们都出来我们的道友 要选去的时候他出来 你平时都没有做服务 对 应该会遇到这种 你们到底是谁 会回过头来做整个整个 所谓团体经营上面的一个调整嘛 是 我必须要讲 我其实是真的觉得 歐巴桑们是真的蛮厉害的 是其实我们从2018 2012到2024年 我们这三次的选举 其实每一次的选举 规模都有点大 因为其实每一次推出候选人数量都有点多 就是2018 30几位 2022是20几位 然后4加2是20几位 然后2024这次是10加3 我们这三次的人数其实都偏多 然后可是我们大概整体的选举 大概都是在400多万到500多万左右 以这一次2024年为例 我们总共募得了461万 就截止到1月12号为止 就是包括总部这边 包括候选人账户这边 大概总共是461万 可是因为我们是10加3 区域立委加上部分区 所以我们就缴掉了260万的保证金 所以我们实际上真正的选举花费 大概只有201万左右 就打了整场的选举 201万大概可以做十几个看板而已 对 而且他大概就是一位候选人 可能就是很临头的这个选举经费了 可是我们靠201万就拿到了 就是12万的政党票 跟各区的这样的总计 我记得 念算起来好像是700多万 700 不是700多万 我想想什么 我忘了 7万多的区域立委的选票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清楚想要让大家看见 的确在台湾传统观念 会觉得政治就是要靠钱去堆结出来的 可是小欧盟的选举也让大家看到一件事情 是的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金援 我们的募款额度绝对不会 多于那些其他的政党 可是我们也靠这些小额的募款 慢慢一步一步的累积在别人怎么样认识我们 跟我们怎么样一次一次在选举当中 对我们自己的参选的方式有突破 那这个东西也会对应到 刚刚那个关老师在讲的 我们的组织到底怎么去做发展 其实的确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说小明参政 欧巴上联盟过去的基础的确是亲子共学 我得要说你们是我看过的NGO当中 很认真在做组织的一个NGO 对但是他还是比较限于在内部 或者是相关的 像同温层吗 或者是相关的人际网络 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这种 所谓的群众群体的组织的经营 对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在政党发展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两难 就是到底政党的发展 是我们要先把这群有核心价值的人顾好 还是我们要迅速的去扩张 增加我们的党员 这个是此时此刻小欧盟正正在面对的问题 因为过去2018、2022 其实我们都在市议员成绩 其实全国关注度偏低 所以不会有选完之后 马上很多人来问我们怎么录党 可是这是我们第一次选完之后 非常多人来问怎么加入小明参政党 那有没有先看有明星像的 大家先入党 先算一下巴士 算个人在一图 算个什么这样吗 就是可是我自己 因为现在是代理党 知道吗 我自己其实比较在衡量的是 我觉得小欧盟在能够 在每一次选战当中 虽然我们都是 可能我们的布局 稍微都比别人晚一点点 然后可是我们每一次 都在这三四个月 非常集体性的去创造出一些可能性来 这也是因为我们虽然组织没有外扩 可是我自己的这个组织的稳定性是很够的 就是所有的参与者党员们也好 或者是支持者也好 大家就是能够在这么短的三四个月内 全力去充斥在街头 一次又一次的去宣讲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去跟人互动 发传单 用各种方式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去提出各种的策略来投入选举当中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没有组织的单位可以做出来的事情 而且还包括这些妈妈们都还在带着孩子自学 就她们都是全职妈妈 带着孩子在身边 要做教育工作 要陪着照顾孩子的所有私衣住行 像刚刚就是得先安抚好孩子在外面 孩子要让他来一起上节目 但是又不能让他进入演戏 所以先处理好 这是一个两难 要先处理好他 才能够 我们才能够安心的坐在里面录节目 就这个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常 所以这群女性们 她们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还能够投入选举 我觉得以我们自己内部的组织是稳的 可是这样的选举策略 不是社会里面常态的选举策略 因为你不会想要去多募一点钱 多聘一些专职的人吗 就是例如说地方党部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如果真的很认同我们小民餐 从我们包上联盟的话 因为我们这次有12万的选票 当然我们就希望 如果这12万的人 都愿意每个月定捐 捐给小欧盟200块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就有非常多的 为什么你们跟时代力量走一样的路线 因为我们觉得200块 是大家从口袋里面 每个月比较可以掏得出来的金额 就是有这200块的话 我们其实真的就能够让小民餐 这种包上联盟 至少这群妈妈们 可能有些固定的性质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至少外部 找一些年轻人 进来到组织裡面 去发展不同的面向 那同时之间 我们自己在党员身份上面 也在思考 因为小欧盟是采比较严格的 入党的制度 我们每一位党员 入党其实都需要有 就是原本的党员的 两位的推荐 才能够加入小欧盟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其实本质上就是希望是 我们入党的人 他不是只是一个 喔看到 就是有康棒啊 很漂亮啊 然后闪亮亮的 就觉得要加入 可是却没有一个 对于小欧盟的 基本的认同 跟核心价值的 这样的一个连结 就加入的 因为其实这个 对于一个小型组织来讲 如果没有在初期的阶段 真的去发展出 大家的集体认同感的时候 或是集体核心价值的时候 后面就会出现 像最近我们常常看到的 各种 谁跑去的民进党啊 谁跑去的民众党 这种情况发生 那这是我们想要避免的 所以你们要的是那个 实质的投入 或是某种的忠诚 或是认同 不要讲忠诚 一个认同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难 在短时间之内 去终于扩大 我们的组织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这也会是 我们能够在集体作战当中 能够全速往前冲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对小欧盟的组织来讲 我们是稳定的 慢慢去发展跟扩大 然后我们也会希望 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扩大的过程里面 是要发展更多的对话的 就是我们并不是 只是要你认同来就加入 而是我们希望你真的能够发展 在组织内部 就实质在在的 跟我们发展什么叫做民主对话 因为小欧盟 就算我是党召集人 也不是我说的话 就代表是整体组织的想法 我们都是回到某种的 就是平等对话 跟民主决策的方式去 这样不会担心耗时费力 然后很难长大吗 民主不就这样吗 如果我们认为民主的价值 它就是在于是每一个人的意见 都值得被听见 每一个人的想法 都应该被充分讨论的时候 那民主它才能够真真实实的 是它缓慢的前进 可是却真的是 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 我是值得被重视 跟我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参与的 我觉得台湾现在的民主最大的困难 就在于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明星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投望一个明星代表我发言 这件事情好像就可以被解决掉了 可是他却忘记 那我自己的声音是什么 他讲的话是不是真的是我讲的话 他有没有吻合 这件事情是没有核对过的 这个蛮重要 这是我自己在参与一些 比较地方型的社会运动的时候 我最常接到的一种 两种反应 我在很多的节目都会谈到说 就是说你做这个没效 就是说一开始就否定 否定我们 或是我做这个没效 不定是你 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很渺小很微弱 我们可能改变不了什么 另外一种就是 不然我们来找技能 就是我们去找一些代理人 来去协助你做 不管是没效或是找技能 都是看小自己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民主政治里面 我觉得他反而只存在的 如果我们民主政治里面 某种代义政治 他不是真正的回到一个人 做一个真正的主体 他可以决定 然后他可以被尊重的 那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民主 当然他的确是很缓慢 然后他的确也要花蛮长的时间 是 说实在能不能看到效果 恐怕只能够用信心嘛 对不对 因为毕竟我们这群人 是从孩子零岁开始 就开始在家里面发展 所以你们买梗买很久就对了 所以你们买梗买很久就对了 对就是我觉得 当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可以看到我们的 我们有卵舌团的 高中生的孩子 跟国中生的孩子 他可以清楚的表达他的论理 他可以知道 哪些政治人物讲的话是谎话 他会 我那天去台中参加活动 有孩子就 大概他五岁还六岁的孩子吧 就跟我说 那如果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提的政见 到时候都没有做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就说 哇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被讨论 他说这些政治人物当选之后 如果没有兑现他的政策 他们都应该被惩罚 他们自己承诺的东西 就应该自己出钱来 去买单 至少要进猪笼 对 我想说 哇这就是 当孩子 他从小 在一个被 好好 就是被肯定的 环境底下长大的时候 他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会去相信 他讲的话就是想 对的 然后我就全然相信他 他会去检视他 而且他觉得 他应该为他的话 付起责任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相信的民主价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说 投票的当下 就是准备罢免的开始了 所以你投票就要负责任 然后就开始要准备要罢免他 要不然其实这个人会上次跟你有关的 对 你要他做的不好 你就要把他拉下来 这是你的责任 你造的孽嘛 那不能说自己也不负责任 就让他自己做下去啊 我可以想讲一个 我2014年参选市长的那一次 因为那一次很特别有那个 我们在中正公园 就加一市中正公园 有一个证件发表会 然后知道我们党很 就是我小嘛 就是台下其实几乎没有我的支持者 台下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大支持者 做满满的 然后我就现场准备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他们的政见 就是他们做的各种的文宣单 我就说各位提下的选民 不论你们投给谁 请你们好好把这些他们的政见收起来 以后他们当选之后 哪一项没做到 是你们要负责任 去要求他把这件事情做到的 因为是你们投出他的 那你们就得好好去监督他 有没有做到他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跟刚刚管老师讲的一样 对没错 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责任 你讲到这个我想到 我想要问一下这个阅金就是 加一市的选举 在选钱之业都会在那个喷水池 那边非常热闹 那你会不会很heave 就那边两大党的人 都很多的人 你那时候很多人跟你一起再来约吗 不过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中正公园 那下面没有人 那在那个喷水池前面有人吗 喷水池很热闹 那我们有去参加 我那时候参选的时候 我最兴奋的就是 我要去参加这个选钱之业 我是会满足他的欲望 然后我满足他的这个期待 我才觉得好好好 那我们去学帖子 对 因为这是嘉义人的传统 我从小在这边 然后我就会非常的喜欢 而且又可以站在站车上面 真的我是用候选人 然后站在站车上面 然后我觉得很热闹 因为我们小孩都去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跳舞吹泡泡 然后发帖子什么的 就是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嘉年华 一个派对 然后带着小孩真的去认识 选举是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是非常有记忆点的 对于这一件事情 对然后后续还可以再跟他们讨论很多 就是选上了要干嘛 或者是没选上之后 我们还可以干嘛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 那些人真的有说 啊这不要操政敌 然后就大家对于政治不文不文 很多的父母亲可能都会觉得 不要去管政治 然后不要碰烧 就即使是年轻一辈都会 还是会有这一种 不管是白色恐怖 或是怕麻烦 或是觉得好像 这个不关我的事 但是你不会 你会带着小孩 或是你会一起讨论 就是包括共学团内部 也会去讨论这个选举的一些问题 没错 我们这一次的选前接政很特别 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 坐了两台战车 然后一台就是全部都是孩子们 整个是亲子专车 全部小孩都在上面 然后小孩就是准备好耳塞 把耳朵塞住 然后大家就拿着那个看板 然后就是很开心在街头上 然后跳舞 因为那台车是音响车 就在这边跳舞 然后吹跑跑这样子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从那个 民生北路 然后绕到那个 绕中山路 绕公民路再出来 绕远环 然后绕公民路再出来 所以我们绕了两圈之后呢 就有开始有人说小朋友肚子饿了 就停下来 买便当 我们车子就停在民生 非常人性化的 民生北路上 大概停了半个多小时 大概有个小时 在那边让小朋友吃饱 所以我们既是全台玩第一台 就是选前之夜的战车 是有亲子专车之外 还是全台第一台 因为那个明明就是要一直在那边绕圈圈 可是因为绕到孩子肚子饿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 先满足了还值得吃的需求 可以继续开餐车的一个队伍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小朋友放在如意识外 没应该去 对 好 那没办法 我们快入晚了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 就是 好啦 就算你们没有钱 没有明星也没有组织 然后你们打的策略方法 经营方法也都不不一样 那这个虽然有点缓慢 也许不会立干净 但是就算有一天 你们组织庞大了 但是 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例如说我们的选制 就好像 我们看到时代力量 曾经是台湾 应该也是第三第四大党 然后时代力量也曾经有五席的立委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当然他内部有一些争执 有一些问题 这当然是一回事 可是在一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他因为这个选制的关系 很多人就会觉得 那时代力量会不会灭团了 所以你会看到 王婉玉也在跟你们用同样的策略 就曾经是一个这么 被认为是一个明星的政党 跟一个刚刚冒出头的政党 他居然用同样的策略 这个是整个选举制度的问题 就是包括保证金 包括部分区的得票数 以及席次 以及能不能够拿到政党补助款 你们怎么去看这样一个制度的状态 这个制度一直这样存在 即使你们再努力 他还是会有机会吗 还是像时代力量 他可能某种程度上面 他可能突然间崛起 然后有时候他可能也会消沉 甚至可能会不见 当然不是时代量 包括我们看到新党或亲民党 甚至台联都有类似的状况 这就是 其实小民参政 我不知道上点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名称要叫小民参政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 他在谈的就是参政平权这件事情 因为比起来我们就没明星 我们就是全部都是一群平凡朴实到不行的 妈妈们出来参与政治 所以怎么样让一般的妈妈们都能够投入在政治工作里面 参政平权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真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均等 可以参与政治的机会 可是现实来看台湾的整个的选举制度 其实都是让大党能够继续维持更多的资源 可是小党其实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存的空间 包括保证金的制度 台湾的保证金一直以来都是被 就是都是在全世界排名前面高的 就我们的协部也找过敏隆来谈过保证金的问题 没错没错 因为光是我们的里长的保证金 就比法国总统的参选的保证金还高啊 然后更不用说我们保证金的门槛超不合理的啊 明明投票人数就是跟选举人数是有落差的 可是我们却是用选举人数来计算 那这些东西其实也都反映在了 因为内政部其实也不是没有想要改革这个选制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内政部其实就是有提选拔法的修法草案 进到内政委员会里面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调整 那我们比较关切到 他们其实就有提到 希望可以保保证金的门槛 从选举人数改成是投票人数 都还没有提领回保证金门槛的下修 因为保证金门槛是10% 这其实非常的高 他只是单纯提把选举人数改成投票人数 就被国民两党联手阻挡 而且主党的那个民进党的立委呢 就是王美会的立委员 我就觉得就是 所以你们这一次在嘉义下重本就是要来挑战王委员 我们有一点觉得就是你今天得到这个资源 你得到人民的支持 可是你不能够 我记得蔡总统蔡英文当选的时候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不过他已经要下台了 那八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也没有被解决 而且他们也曾经是国会的优势嘛 是 所以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大政党其实根本不会想要去斗 因为对他来讲 动任何一个法条 对他来讲都是不利的 包括政党补助款 他明明就可以领到这么多的钱 这一次两个国民两党都可以领到2亿多的补助金 我们每一年从2024年开始每一年台湾社会要 台湾政府要给就是这三大政党 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6亿多的政党补助款 每一年 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你们是在帮他们打工的啦 对 我们打了工然后保证件还交给他们 然后还让他们去付给他们的政党补助款 没错就是你们把你的保证件 然后给他们的补助款 就是小党是在帮他们打工的补助款 真的裤子都翻出来了 口袋都空了还要付钱给他们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 国民两党几乎不太可能去碰 因为对他们来讲不利啦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到底台湾人民有没有意识到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确 因为整个的小党完全全面的情况底下 大家都回到同一起跑点嘛 其实也会引发比较多的选民去 像我们的确在段时间有看到蛮多选民就会反映出 他们真的觉得选择是不公的 可是在我们过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人关注 因为大家觉得 我们本节目一直在关注 对对对 灿难时光一直都是认真在讨论各项一体的人 对可是其实大部分的选民不关注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有多一点的选民 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然后也包括我们觉得小政党大家都一样了嘛 就是包括我前几天还有朋友问我说 某个政党的办公室要撤 你们要不要去租 我想说他们就是没有政党辅助卡才撤的 叫我去租什么 那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点 那小政党是不是愿意统一战线 我们真的好好在这段时间去推这些大政党 去愿意把这个选择制度不公的部分 来去做一个改善 然后包括民众党自己也在喊嘛 就是他们虽然已经提升三大政党 可是他们的资源相对之下 还是相较国民党党为少的时候 那他们一直在喊说对 我们要就是要那个改选制要干嘛 那他们到底会有多少座位 我觉得这件事情都是值得选民去观察的啦 对那到底我们 我觉得台湾社会真的得认真思考 如果我们国会像刚刚老师讲的 如果我们的国会永远只有几个政党 没有更多元的声音进去的话 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的民主政治嘛 还是我们其实要共同去创造 让更多元的声音有机会 更多元的小党有机会进入到国会 能够维持这样子的民主价值 跟民主的精神 这如果没有一个多元现身 让多元可以现身 让多元可以存在的制度 这样的一个选举 这个民主他事实上只是半吊子啦 他事实上是一个不完整 因为他永远都会是 贫者越贫 负者越负子 不过以前可能是皇帝 但现在可能是另外一群 有钱有权的这个阶级 这一群人在掌握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我们最有社会责任的越境 就是你这一次很有社会责任 大家出来参选 下次要不要再来一次 应该会投入4亿元的 现在就已经开始 两年之后布局了嘛 对 要布线 这不错啊 我现在访问的几个都表示他下次要再选 这真的不错啦 我觉得这可能 当然如果在家庭身心状况 经济的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我觉得以你们的这个组织出来做 我觉得都是有机会都有希望 特别是如果你再往前走 我自己都会觉得嘉一世的所谓的非蓝非绿的 这个选票的这个比例相对之下 应该都还蛮乐观的 空气其实是够的 好 那我们就期待2026年再出来选 然后如果落选的时候再来接受我的法文 我这太坏了是不是 思议员会比当选的 我觉得目的就是不要来接受我的法文 那我的目的就是不要来接受我的法文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再看kle大公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